其实我们这个法作方的地方很不对的 后面很多人 按你来讲应该是 这个设计的方法不对 传法也有一个规划室 不然光是在这个中间很不合理的 后面的人看不到 你们看不到我心里不舒服 我也看不到你们也是一样 这样啊 我还没有真实传法之前说一些话 这次我们金刚萨都发会的时候 来的人比较多 昨天也讲了 可能来自各个地方的人都有 虽然这次没有我们邀请任何人 也没有痛者 基本上都是资源来的 可能及个别的一些发心人员呢 我们在这里 开一些交流会的时候呢 有一些各方面因缘具足的话 提一些建议而已 但是 因缘聚合的时候 大家都来的这么多人 这样以后呢 今天上午 门座空心目呢 给大家灌顶 我想很好 非常圆满 因为我们人生很短暂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善知识来为大家开导 这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门座上师呢 大家都知道 法王在世的时候呢 也是给我们的学员的 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也好 四种弟子也好 都不单是灌顶 还要传授大圆满 应该是在学员这边和藏地 相当一部分的大德呢 都是成为他的这种传法 就是传法的这种结束者 这是我们并不是自己在赞叹谁 也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是想在任何一个时候呢 这个事实很重要 事实就是我们做事 事实就是说话 事实就是去观想 这就是从世间角度来讲 这叫做明言的真理 从世间角度来讲呢 初世间角度来讲 虽然它是一个世俗弟 但是世俗弟当中呢 按照约成论师的观点 他也有一个他的正理 所以说呢 我想现在我们学院啊 今天我看到那个 整个灌顶的这个场面呢 就是非常的壮严 非常隆重 如今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和这么多的出家人 这么多的在家人 一起这个结束密法的灌顶 发愿这个修行密法 依靠金刚萨多的殊胜法门来忏悔的话 我想 哎呦 我很想 站起来给他们看看 如果平时讲台上可以 但是好像法座上站着的人 没有看到 所以说有点不符合这个规矩啊 如果这个不叫法座的话 那我就可以就是 就站在这个上面 但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历史上 这个称之为叫法座 所以说呢 我如果站着的话呢 就是会不会他的名称有时候改变 所以我不站起来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说 我们这个开金刚萨多法会啊 就是第一天 在这个金刚萨多灌顶啊 大家都接受了四种灌顶 接受了四种灌顶之后呢 至少也是大家要有 受这个密宗誓言的 这么一个理念 具体呢 以前在慈政罗主堪布 灌顶之光当中 也讲过密宗的十四条根本节 我在 我不知道忘了是什么书里面 就是讲过十四条根本节 也讲过 大黄黄王的五条根本节 如果你们想 真正要想成为一个密宗弟子的话 特别希望呢 既然接受了灌顶 一定要学习这个密宗的相关的戒律 当然作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讲 你们都也不用害怕 有些人 可能现在受了密宗灌顶以后 以后就可能完了 就是什么都不能做 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 密宗当中有千千万万的这个戒条 但是七种戒条当中呢 有一个戒律 就是对自己的输果 密宗的灌顶 密宗的窍诀 密宗的续部 那么这样的上师叫做善恩德上师 那善恩德的这个上师呢 不能就是与他有非常严重的矛盾 可能平时对他有一些口交啊 或者是有一点点的摩擦呢 就是可以忏悔的 但是完全是跟这样的密宗上师 跟这个断绝任何的关系 互相完全抛弃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 还有一条呢 我们今天在做的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依靠一个金刚上师 依靠一个坛城来结束灌顶 就结束灌顶 那结束灌顶的话 我们在做都是金刚道友 那金刚道友的话呢 那么以后不能有这个 互相这个非常严重的矛盾 并不是偶尔可能是 因为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法会当中的话呢 可能也有很多这个一家人啊 就是这个男的在南中区域这边 我看你们还是在这里也是 其实居士这边我们不要求 就是你们男女分开 因为这把天你们分开和不分开 无所谓的 所以你们做的时候呢 也没有这么要求啊 就是但是你们可能一家人的话呢 一家人就是很难免 就是有一些扣叫啊 有一些吵架啊 就是内部这个小战争啊 就这些是经常 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但是完全是大的一些 这个矛盾啊 互相都是完全称了这种圆恨的敌人那样的 那样的话呢 就是对不管是自己的家人也好 还有其他的同一个贪嗔当中 自所关定的这些道友呢 都不能有的啊 就是这个是不能不能有的 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界条 还有一个界条呢 我们密宗当中的非常深圳的这些啊 今天虽然有网络上的个别听着的 但是我也开序 就是因为密宗的个别的这些界条呢 提前大家知道一下也是很好的 中海巴大师在四四五十诵的诸书当中 也是有所开序啊 就是有所这个密宗的戒律呢 就是提前就是宣说也是合理的 而这个别戒头戒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树必处戒呢 就是他先得戒以后才可以这个学戒 就是这么一个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地方 那么还有一条是什么呢 我们密宗的非常深圳的这些见解 修行 包括一些这个佛像 那么这些呢 不能特意的给别人看 然后给别人特意的看了 最后呢 别人就是对密法的深圳修行呢 没有生起证件 反而呢 别人相续当中参生邪见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成为这个密宗这个犯根本戒 就是密宗犯根本戒 这个呢 我想我们也可能不容易犯的 我们没有必要特意去到处去去 这个泄露秘密啊 有些人可能也特别的小心 就是不小心就是别人看到法本啊 看到佛像啊 啊我破了密尘结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别人不一定 你看了一个法本 别人不一定生起邪见 当然就是你对有些密法的这个书呢 就是对密法没有信心的人 甚至对密法排斥的人 诽谤的人 那这些人呢 尽量的也没有必要跟他们看 就是密宗 只要是报密的话呢 就是他有很殊胜的加持 对你个人来讲 也是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加持啊 因为 为什么 不仅仅是密法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一些 这个 医学里面的很多的密咬 密诀 也是是通过 报密 最后呢就是能成效 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 主传的这个密方啊 实际上是 他不会不容易给别人传 就是这样之后呢 他有一定的特殊的功效 就是这也是我们 这个密宗的 就是不能这个秘密这个泄露啊 就是这是一条 就是这是一条 还有呢 就是我们 这个在密法的见解当中呢 就是说 一切的万法呢 就是不单是空性的 而且他的 一切的本性呢 就是实际上大黄黄当中 讲的一样的 就是本来都是清净的 那这样的这个清净的间修呢 实际上是 我们 现在不知道 我们心的本来呢 就像禅宗里面 我今年刚刚讲完六祖坛经 讲完了以后 其实禅宗当中也是承认 有一种这个清净的法 然后密宗本来清净当中 也会这样的 一切万法的本体呢 本来是清净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 平时不清净的 贪心 诚心 痴心 无度烦恼 其实无度烦恼 真正你去观察的时候 从空性侧面来讲呢 以无所乘 贪也不乘 乘也不乘 吃也不乘 然后在这样 以无所乘的本体 再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无种智慧 无二无别的 这就是叫烦恼即菩提啊 那么这样的道理呢 就你不能设计 当然有智慧的人 不会设计这个 甚深的意义的 但是没有智慧的人呢 很容易设计 所以说这也是 不能设计 就是等尽无二 等尽无二 诸如此类的 我们密宗当中呢 就是有根本的一些戒律啊 就是还有呢 比如说 这个 学了这个密宗之后的话呢 那么不设计这个菩提心啊 不设计这个终生啊 不设计就是我们的 所有的这些这个生命啊 等等 就是诸如此类的很多的戒律 那这些呢 我今天因为世间关系啊 就是不详细的给大家讲 就是希望呢 今天就是得到 这个真实的密宗灌顶之后呢 以后呢 我们不要就是现在 世间上的 个别的一些佛教徒一样 得到灌顶是无数次 然后呢 连这个街条也不知道 学了密宗呢 已经十年二十年了 连一个无价心也没有修 那这样说是是密法 无上密法 大圆满 什么大收盈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对自己的利益呢 一点也是没有的 说实在就是 我们这个学密法呢 并不是光一个仪式啊 就光一个仪式 就一切都是解决了 大多数都是靠自己来这个修行 所以通过这次啊 很多人就是来到这个拉荣身体之后呢 你们也应该 很认真地去思考一下 认真地去思考一下 你学了佛法 学密法多少年了 那现在你的这个境界 现在你的整个这个修行呢 就是怎么样 文思修行怎么样 今天我去了这个新加坡和 还有这个台湾呢 就是几个地方 但后来呢 我发现就是 确实个别的修行 不是他们所有的修行人 个别的修行人呢 二十年前我去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对佛教道理不懂 但现在呢 就是也是 当时我特别不满 就是然后呢 我就呃 在跟他们直接了当的 就说了 你们学了二十年 按理来讲呢 二十年当中应该有很大的进步 不管是在理论的理解上也好 修行的体会上也好 利益众生的这些发信上也好 都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真正来讲 学了二十年的佛以后呢 应该有个戒然不同的 那去年也是一岁 今年也是一岁 始终都是度一年纪的 这种水平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佛教徒呢 自己要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后来我听说是 其他的有个别的法师呢 去了之后 也有同样的感受 然后我的批评 跟他们的批评呢 不谋而合 那么为什么呢 这就是没有文实修行的重设 我觉得我们 现在很多地方呢 应该 这次得了灌顶以后呢 你们可能大多数都觉得 啊 就今天很舒适呢 灌顶呢 灌顶完了 灌顶完了就完了吗 不是 灌顶完了以后 就是现在真正的事情呢 要开始修行 金刚萨都灌顶完了以后 什么呢 就是明天开始 我们念这个 秘咒 那念个四十万遍就可以了吗 并不是 你真正要像一个表面上 心向上的修行人呢 还是是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很多人可能认为 啊 你们在拿荣山河 这样的这个穿着 红颊衫的人 可能是又是个事件 而我们没有这个事件 我们要养家户口 我们要这个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啊 实际上 大多数都是借口的 至少也是自己在 每一天的事件当中 有短短的事件拿出来 可以修行的 不管修家心也好 然后学习也好 文思也好 都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你们没有现在 赶紧修行的话 再过十年的时候 可能你现在的水平呢 一直依然是 跟现在的水平 没有什么差别 理论上也是没有提高的 修行上呢 就是也没有这个提高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特别不合的 不值得 不合理 所以 我今天呢 就是要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获得了弥法观点 就是这是一个入门 就是这是一个开始 那开始以后呢 我们现在真的要走 就是弥法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你进入这个门 那进入这个门之后呢 用事情的真正的开始 依赖于自己 依靠自己 这样以后呢 这是我今天想说的一件事情 还有呢 好像今天那个明天的 这个女宗这边的通知 要说一下可以是吧 可能我们学院当中的 学院当中啊 就学院当中可能 明天开发会的时候啊 我们常主的女宗 今天关定的时候 我稍微说了一下 不知道听懂没有 然后其他的我们在家居士啊 就是基本上 就是现在我们不同的 这些小经堂当中 我们上面的大经堂的 现在女宗住的地方 还有上面的甘多拉经堂啊 就是这个经堂里面 明天开发会的时候 男宗女宗的部分 然后呢 你们就 这个所有的这个在家居士的话 基本上可能我们大经堂上面呢 就是住的是女宗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们就是自己住在这里 然后再增加一部分 可能我们这里的负责人呢 应该告诉了大家 就是明天七点钟之前呢 希望你们住在经堂的这些道友呢 最好把自己的 其实这些是 观家说了没有 我又要当观家 又要当这个 我好累哦 今天我们的负责人是应该比较认真的 但是忘了还是什么的 这些都应该他们来说 但是我也可以说我没事 就这样的话 各个经堂当中的话 他们应该有没有安排 有安排的话 会不会有 我说的会不会矛盾呢 说了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那明天以后怎么念经 我待会儿说我不用说是吧 是吧 哦 ok 女众那边也不用说是吧 女众不知道 女众这边 你要说吗 你要说是吧 法师没有来是吧 可能这样的 那个居士这边 他有会儿可能安排 就是说一下 就是等会儿可能说 然后出家人这边 出家人这边呢 我们今天女众 这个九母经堂的三楼 有个莲花生大寺的那个殿堂 就是这里 我们常住的出家女众 就汉族这边的女众 可以在哪里念经 还有第四楼 应该是第四楼吧 也有一个殿堂 就是这里也可以 然后居士如果能坐得下的话 那就是上面坐 如果坐不下的话 那也跟下面的这个汉族 这个礼宗一起也可以坐 这是你们看情况吧 因为这次我们可能开发会的时候呢 大家坐得有一些 包括我们的经堂啊 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大家可能都要一方面就是良解 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坚持苦行吧 只不过我刚来的时候开发会呢 跟现在比较起来的话呢 应该条件还算是好的 我第一次来拿荣的时候呢 八五年就是 也是刚好开慈密发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没有经堂 我们在雨水里面 完全是在泥土当中 就是就开的发会 就是那个时候经堂很小很小的 就是法王如意宝说 我们这个明年的话呢 就是要修经堂 就是后来 就是当时法王如意宝 就是要求大家背石头 就是我们很远的地方来背石头 就是在这里 现在我们的甘多拉经堂啊 就是这个就开始修的 那个时候是很小很小的 就是所以说 我刚开始来这个拿荣山沟的条件 跟现在比较起来的话呢 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但现在你们大城市里面的条件 跟这里比较起来的话呢 有像我们《大圆满前行》里面 有一个公案 就是什么是阿娜 什么谁的那个 就是什么天女和什么什么 怨后之间的壁裂一样 所以我想这就是怎么讲 我刚才想到什么 对 明天开发会女宗这样的 然后男宗事件的话呢 刚才那个乔德尔坎伯说了 就是我在这里也可能说一下 不知道今天我们同步翻译听到没有 就是早上 包括我们网上的人呢 可能没有听到 就是我们这次金刚萨特法会呢 有直播 有直播的话 对 我们这里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吃早饭 然后吃早饭 七点钟呢准时开始念诵 然后七点到九点之间是第一座 九点到十点之间是擦戏 然后从十点到十二点之间是第二座 就是第二座 那么念诵呢 主要是金刚萨特仪轨和还有一个普贤信愿品 这个非常殊胜 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去参加 然后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之间是我们学院这边的念破 还有平时的念诵 吃饭 这些 十二点 一点到两点之间呢 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从两点到四点钟之间是第三座 就是第三座 一天四座 一天四座 那么四点到五点之间是下午的插戏 然后从五点到七点之间呢 就是最后一座 所以这次开金刚萨特发会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们不管是在通过网络来开发会也好 或者说我们学院当中开发会的人呢 如果你能坚持四座是最好的 一天就是坐在一处就是最好好好的就是大家如果实在是在经堂里面坐不下的话 你打开收音机可以在自己家里啊就是在自己哪里都可以 我们在同一个山沟里面同一个蓝天下 那么就是同一个世界当中同一个地球上这个开发会呢 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所以说 我觉得是大家有共同的 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就是所以说呢 一般来讲就是赖学院和不赖学院也是在某种意义上面说是 应该是功德是一样的 很多人觉得伤心了 好 女众居士三路不能坐 是吧 可以到甘多拉经堂一路参加法会 对 说是为什么三路不能坐 女众居士呢 我从教证理证推你的话应该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刚才讲同一个时间当中大家念诵 明天念诵的时候我希望开发会像一个发会一样的 在七点钟的时候呢准时到 大家不要就是来来去去 然后开发会的时候呢 就是除了我们这里极个别的一些 真正是有一些这个书记资料啊 就是记者啊或者说是一些了解 有些其他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特殊的发行人员 有特殊的一些纪律 就是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开发会的时候啊 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发会是很真实的发会 所以第一呢大家不知道可能这么多的金鱼派是没有的 就是原来我们开发会的时候呢 就真正到了金鱼派就是第一座开始以后呢 就是一直治愈就是不说话 就是一直到就是这一座就是结束 然后中间我们擦卸就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你先需要想说什么就可以说 就是可以说 然后呢第二座第三座每一座呢 你如果要参加的话呢 就是最好中间不要这个传来传去 也不要说话也不要吃东西 因为两个小时应该忍得住 就是就是 然后 就是如果你一天当中实在是发心了各方面忙的话 那早上一座就是好好地念 然后晚上一座就是这样好好地念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发心人员的话呢 有些人特别忙 我希望这个我们管理的这个学院的这些负责人呢 也是 这个 对所有的发心人呢 至少也是就是每一个人在金刚萨特法会期间呢 就是至少两天呢 应该给他们要开许 就是他发心再忙的话 用其他人来代替 否则的话 整个八天都是念这个四座 念一座也是没有念的话呢 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也很难说的 所以你们这个相关的发师和工作人员呢 应该也是给他们的这个发心也要好好地分配一下 这样之后呢我们开发会一定要有一个有头有尾的 到时候我们这里的官家 财务科的人 还有我们的这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师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也去巡逻 然后正在这个开发会和或者说正在年进的时候 有些在下面就是一直说话的话呢 我们就是学院有一个纪律啊 就是让他这个到所有的僧众中间来磕三个头 就是或者呢就是给他点个名 就是他自己选择就是磕头还是点名 就是这个我们这边有这个 因为大家都在不说话就是念经 然后一个人在那儿就是一直说的话呢 那就他看看就是所有的这个僧众当中呢 磕三个头也是有功德的 就是磕长头也可以磕短头也可以 或者呢就是要说一下你的名字 就是某某人他是什么什么神的 来自于这个什么地方的 那么他的法名叫谁 然后正名就是叫什么什么 他今天呢不小心就是在这里正在开发会的时候呢 说了一些话 然后他就请他起来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看怎么样就是就很简单 但是这个对个人来讲也是有一些损失 所以说呢从明天这个开发会之后 我希望我们这个网上的就是明天开始呢 就是我们这个萨盖月的初八开始 是吧 初八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三层戒日 就是三层戒日 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 我也说过无数次就是所以说我们学院的这几个发会的话呢就是法王如意宝用智慧言来抉择 然后呢就是开这样的这个发会 所以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其他的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些道友如果八天实在是不能开的话呢 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个学会的人呢明天你们这个相关的人呢集中在一起 大家就是开个发会啊就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开发会的时候呢应该有头有尾的 不要就是边吃边喝边做就是边做边抽烟边喝就边这个各种各样的行为一起的话呢 那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功德了 这是我想就是说一个关于开发会方面的事啊 今天可能事情稍微多一点 但是呢有些事情呢可能就是稀疏一点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事情 然后我看刚才明天的 然后今天我们这边还有怎么讲呢 就是待会儿我这边传完法以后呢 就是本来像是今天是不想给大家加持和接待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昨天这个这边接待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拿了很多的供养 然后拿了供养的话呢 我这几年以来一直也是反对的 就是好像我们这个传法和加持呢 就是就成为一种这个教义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我昨天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很多包括我们学会当中的有些人呢 就是一直想过来就是然后他们也听了一些课 然后见见面呢就是有这个想法 然后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托别人的一些什么加持啊 东西啊就是也有这样的 但后来的话呢就是我这个心里也不是很舒服的 就是这是我这几年大概是可能从十年以来 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呢都是传完法以后呢 就是从后台就慢慢退下了 就是然后这个传法跟这个供养呢 就是没有这个结合在一起 就是好像是只是一种这个教义一样的 但昨天呢就是就来了很多 来了很多呢就最后一个一个集结的话呢 就是也可能没办法 课堂上说的话呢就是有些是听有些是没有听 然后刚才本来像是南宗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律集结 但后来的话呢我也就是今天就是跟大家明说一下 就是昨天那个你们不知道就是供养的有多少钱 我没有说我只要让他们几个人 然后这个呢 昨天的这些给我供养的这些呢 就是我个人呢确实也是 现在虽然就是有一些发心的一些建筑 但是这些建筑呢也是依靠大家的这种发心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除此之外的话作为一个出家人 就是跟这些经纪啊 就是有很多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非常不舒服啊 就不舒服 所以我在今天就是这里这个僧众也好 就是我们这里的很多的女众居士这边的昨天的供养呢 我就昨天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出家人 就是他说是建那个学校的有可能是十万块钱 就是这个是我要建学校就是不能给给他们 就是其他人呢就是全部都是供养 跟这个我们藏族这个旧母这边 就是因为本来也是他们利用他们的这个经堂 就是按照国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话 那无缘无故就是利用这个藏地是没有的 就是只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刚才就是问了一下那个老和尚 就是说有多少 就是他也许是说的也许是对的 可能有一百多万吧 就是如果一百多万的话呢 就是都供养给这个旧母这边的就是 包括他们的经堂的一些就是做协家地摊啊 不管怎么样就是导师让他们来分 就是这个是这样的 然后今天我本来不想加持 但后来呢如果他们非要就是来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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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的话呢 就是全部供养给兰宗这个经堂和 还有我们这个金刚相墨主的有一些 就是这个所谓的建筑也好就是这些 我呢就是昨天和今天的所有的这些 你们这个供养的话呢 我只是中间呢就是在我这里看一下而已 就是然后你们认为是我一个人吸了很多的钱 对 你们这个态度肯定是是 我觉得是 你们这个态度我也是认可 你们自己也认可 所以说实在啊 就是这是大家都觉得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这个佛教就是变成一种这个 市场化一种经济挂钩 就是这样之后的话呢 就 不管是个人也好 对整个大家就是带来很多的不利的不利的事情 就这样之后呢我自己呢我本身就是不想这个加持 就是我其实我很惭愧的就是没有什么加持 但后来我想我们这里有个别人的话呢 就是一直是好像我们就互相都是学了很长时间 就清楚就是稍微就是互相接触一下的话呢 也许可能这辈子的我们都都不会见到的就是因为 呃 大家都来一次也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尤其是我们现在菩提学会的话呢 一年一年的已经毕业了 毕业之后的话呢 我我个人的话呢 虽然当过你们以前的一个老师就是 但是呢在以后你的人生当中呢 呃 迟早都是会消失的就是就是就是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就是就刚刚毕业的时候也好 有一部分是刚刚毕业的有一部分正在毕业的 有一部分呢就是就是刚刚开始报名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呢就是接触的不会很多的 因此呢我也是这个这次呢 我不愿意你们的这些钱就是用在这个其他方面 尤其是现在我有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人 不管是政府官员也好 我们这个佛教徒也好 呃一个人占用很多的这种这种这种金钱 然后呢呃 如果这个用在有意义上面的话那就是很好的 如果用在没有意义上面的话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啊就现在为什么就是中国的贪官就是那么多啊 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么我们佛教徒呢 现在也是将来会这个存在这种问题 也面临着这种这种问题 所以说呢 这次的话呢 就是也是你们如果这个 你们去世你们这个来的话呢 我看你们的这种金钱啊 这些也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我都就看起来也是好像很不忍心的 但是这个如果用在这个圣众的一些建筑啊 就是圣众的一些的话呢 那么我也心里很清净的 然后你们自己的话呢 也是是不管是你路费够也好 路费不够也好 就很好的就是就无所谓 就是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就是我也没有吃你们一分钱 就是然后没有没有那个 没有经济上的挂钩 就是佛法上对你 那个 意思还是不要吃你们的钱 你们还是很欢迎这个观点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我也在这里也是说明一下啊 就是其实我们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呢 我现在呢 虽然今天就是这么多人当中给大家讲 我自己反观内心的时候呢 我也就是确实经常也想忏悔 我这次金刚萨托法会的话呢 也自己可能每天都是不一定有很长的时间 但至少也是每天都是一座就是来这个忏悔 就是自己自己的整个功德和自己的整个学问 自己的整个不管是智慧也好 背心也好 这些方面都并不是 像你们这么多的人面前说法的这些人 我自己应该 人有自知自明 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并不是今天是很谦虚的语言来讲的 从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话呢 今天有这么多人当中我来说话呢 确实也是很惭愧的 这个是我并不是什么用 这个其他的 可能有些人说 你不要说一些惭愧的 不然别人都是欺不起信心说的 那你欺信心也好 欺邪见也好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讲我的事实求是 比较而言的话呢 确实我们学院当中 我经常也在想 比如说上师如意宝的弟子 我们这个门座上师就不用说了 还有我们学院当中的 像慈仲罗珠堪布 龙托霍佛佛 丹尊姜托霍佛 还有我们这里有很多的 邪尔藏布堪布 依西喷索堪布 还有我们现在新一代的也有很多 比如说乔多尔堪布 丘托堪布 宋敬塔尘 这些都是法王在世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还有可能最近没有吧 在圈王里面堪布 我们学院当中有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 在这些比较起来的时候 我自己经常也是想 我是最差的 我们堪布当中 我是最差的 但是我业力是最生长的 因为我很多汉地的 包括一些供养这些 然后自己有一些财障 用一些金钱的障碍 然后智慧也是越来越蒙蔽 最后可能业障越来越 然后你们一直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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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本来这个气球 它本来质量也不是很好的 你再吹 再吹 到一定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 我不管怎么样 迟早都是很希望去一个比较寂静的地方 我在那种山沟当中 应该是为学院也好 为大家不管是在自己该做的有些事情也做了一些 然后以后自己觉得人生也是非常的短暂 也不愿意有很多的一些名 利 这样来虚度自己的晚念 而且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来到这里出家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真诚的心来的 但后来以各种各样的一些交往 最后自己的心态都染污了 虽然每一年都是用金刚萨埵来拼命地在忏悔 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好像越忏悔越不幸了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今天也并不是说 我自己是什么不好 特意在这里给大家讲 但事实也是这样 今天人也比较多 人多的话 有时候有些内心当中所想的这些事情 跟大家也是明确一下 说明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因此 我本身是不愿意加持我 除去大学演讲 去社会演讲 很多都基本上是没有加持和灌顶 但有时候我在佛教的这种意识当中 还是加持也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也是曾经在很多大德面前受过加持 现在也是难以忘会的 是当场的那种感觉 这样的话 我们佛教以后好像全是一种学术化 好像里面的这种真正的所谓的加持也好 所谓的一些体会不一定能启发出来 因此我也在我给大家加持的书里面 有法界保障论 习解脱 还有波罗色颂 佛字心有特意 因此我给大家加持 没有任何自己的目的 更没有用其他的一些想法 我一心一意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的信心得以稳固 再加上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在座的人也许是一次两次 昨天我都非常累 但是后来好像觉得也可以 大家都尊俗纪律 都很不错的 这样之后我也比较清净了 不管是别人想什么也好 说什么也好 凡是我有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也想利用 利用的话 我们佛教也需要一种特殊的形式 和行为和语言来树立他自身的特点 这以上 我就关于灌顶之后的实验的问题 然后明天以后开发会的相关纪律 本来是我开发会中间要出去几个学校 去讲课 但是资政罗主堪布一直说人这么多 你不能做 一直给我吵架 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结局 可能我说这个跟别人已经说完了 已经订完了 所有的会场全部都订完了 他说没事 这些都是可以变的 一直在骂我 说我 但具体怎么样呢 现在还不知道 我在也好 我不在也好 我们这里的灌顶人员这次开金刚萨埵发会的时候 希望大家一定要很认真的听说 如果有特殊一些情况的话 这几年 这两天也陆陆续续的下去也是可以的 但我今天在灌顶的时候也说了 不管是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这次来了这里以后 你这么多的僧众一起发愿 尽量地念金刚萨埵星座 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我自己也觉得 虽然我学院当中已经带了三十年 但每年我们学院的发会非常重要 这样想的 因此我们在网上的人今天也是非常多 我也特别特别希望你们 现在依靠一些网络的方便方法来 应该自己发愿 虽然你城市里面的工作特别多 但是你尽量 哪怕是晚上不睡觉也可以 只睡两三个小时 如果我们世间的一些事情 经常熬夜 经常通天亮 这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我们为了解脱和 为了无始以来的散会 为什么不能好好地修行 因此我们也分了上等 中等 下等 上等者这八天当中 把四十万别金刚萨埵念完 我们这里喇嘛和舅母好多都是一天都是八九万 就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都 金刚萨埵跟其他任何不同的 如果是百字明或者其他的话 就很难以念 然后我们这个金刚萨埵六个字非常容易 因此大家一定要认认真正正地念 中等者的话 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月 下等者也是三个月之内 就是一百天之内一定要念完 这是我再三地说了 然后我们念诵的时候尽量地 今天我们学院的纪念的负责人堪布也是说了 就是如果有的话 你们转经论 今天我有打广告 不管怎么样 用上转经论 我看很多居士到时候 在出家僧众当中走来走去的时候 最好不要在袈裟上和法本上跨越 这样的话也有一定的过失 希望因为我们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圣 归于圣众 归于圣众的话 你们讲得特别特别多 所以你们刚来的有些居士根本不懂 专经论上面也是跨来跨去 然后跨越过去 佛经上 还有出家人身上 这些都是不能随便跨越 虽然我们这里的地方下在 可能大家走的时候有点困难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尽数的恭敬性 刚来的这些 当然我们都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懂 你们也慢慢慢慢地要学会 来到学院之后 学院也是一个非常有规矩的学校 希望你们平时说话也好 走路也好 做事情也好 用正着正念来观察 就不要 包括开发会的时候 正在开发会的时候 尽量地不要去转坛城 到处都去吧 没有必要的 有请这个 请那个 我也说过 我个人 任何人请客我不去的 因为我们这里来开发会的 不是什么 个人的一些请客 这些都是不是 这是现在谁都不去吃一顿饭 所以你们也不用请这个 那个 这样之后耽误大家的时间 大家来到这里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开发会 这是我对可能临散的一些事情 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就传今天的传法 可能有分几个内容 本来像我们昨前天两个法师准备主持 但是南宗法师说 他以前没有主持过 所以可不可以面了 我说 也可以 你没有主持过的话 也可以 我来当主持人 我当过无数次的主持人 看来我一次也没有当过主持人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今天我们可能跟大家一个是念 明天的金刚萨多仪轨的传承 还有如果有的话 藏文的心境 薄弱心境的传承 我请点小爷爷念一下 然后藏文的有吗 安安 刚才那个树里面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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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这里不管是自己听书的 晚上的也好 还有我们这里也有一些 语尔听说一个皈依说的 这样的话再给大家传说一遍 今天我们的这个皈依主要是 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心休息 三处三引导文当中的这种皈依方法 就是想自己观想 从现在开始乃至菩提果之间 我要好好地皈依三宝 就是这样想 当然我昨天说的一样 皈依有上等皈依 为一切众生而皈依 中等皈依自己得到解脱 下等皈依自己获得健康 发财 还有自己平安等等 那么你们想皈依的 再次念一遍 下等吉他 感谢您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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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Start 喝 酸Start 喝 赼 喝 酸Z 山叭 ťa shum shu 喇嘛 ťa shum shu 。山叭 ťyua shum shu 有替认 ťa shu 有替争相云 方便 善载 知道吧 来说 对吧 哇 这是法王如意宝 应该是97年吧 那个时候做的一个金刚萨埵修法如意宝 今天再给大家念一个传承 好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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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来说是 síă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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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 crîm niǜarl dispu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还有一个我们每天念诵的 就是马彭文仁波切开发会的时候我们每天念这个 我用这个传承给大家过一下 我用这个传承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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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的人还没有想到 我用这个传承给大家看 你们 mitigate았어 我用这些传承给大家看 我用这个传承给大家看 在那儿要求你这一道教会一道教会 那是教会教会成功的经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记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 仪轨全部可能没有时间念 但是 法王如意宝金刚萨埵的一个传承七大文 但是 法王如意宝金刚萨埵的一个传承七大文 但是 法王如意宝金刚萨埵的一个传承七大文 而 法王如意宝金刚萨埵的一个传承七大文 若宝金刚萨埵叫一对ca长官员 或者引用忍权的一个传承五尺 能不能够 立体内容 在一件事情中再次都要听到 Gur'ngā lūrta yubi tsehji lāgu 今天多念传承 因为我传的法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念传承应该有一些加持吧 下面是念《般若心经》 《般若心经》是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门 最核心的就是第二转法论的般若法门 般若法门有大般若 中般若 小般若 那小般若实际上可以归纳为般若寺颂 般若寺颂也可以归纳为我们的心经般若蜜多 但是心经般若蜜多跟汉地的 现在经常念的般若心经跟我们藏地的心经有一点差别 我原来讲心经的时候也说过 有个别的心经比较劣 现在汉地经常念的是可能比较短的 几分钟就念完了 两百多个字是吧 今天我念的是藏地的意识所翻译的心经 感谢坚 不要有法改正的書 就像小鸚 她一切在那上面就吃了一切在那里上 她一切在那里上 就叫天余東巴尼 病尿院 人家大治股 900 自家人大治股 强襄的状態 尼尿院 人家大治股 贼西兰 концов 酷治股 花青山 只要有美典子 宭西兰 所有 莘夭 仨佛 仲佛 宭西兰 人家大治股 跟 社 无法 仲佛 among 所得 人家大治股 和 仲佛 仲佛 哪裡 白佛 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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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换 이해 stone 要不论 在说啥打法 再说啥度 成立text τι爸这都 his gan 未必一定會做工,必然不到 所以,如果你做工,才可以ительно运 仍然可以回到山上旅行 一定要扣向山 minutos 去 General腹的沙ated 神职合nh 神联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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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了 8点50是吧 下面开始正式讲课开始 这样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算讲课 也许可以算给大家谈谈心吧 首先第一个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是二十一世纪 我们跟古人相比较起来 很多有非常方便的方法 但跟古人相比较起来也有非常容易堕落的一些深渊 因此现在的人需要一种警觉性 正知正念的心 在这个同时 我们想今天的社会 从表面上看又有进步 实际上 我们的人心会有一定的倒退 这个时候 我特别希望佛教徒每一个人应该负起责任来 扶起什么样的责任来呢 现在是一个信息非常发达的时代 那这个时候我们佛教徒 如果利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平台来弘扬佛法 每个人至少也是有一些能力 比如说 我们现在很多可能 我们除了极个别的佛教徒以外 都有利用一些包括每天都是上网 还有发微博 收一些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我们完全全部要屏蔽的话 作为一个像噶灯派的一些闭关施修者一样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不一定能做到 所以很多人每天都是有一些无聊的语言 正在适用中 那么我的想法 我们从现在开始 每一个佛教徒 我们不是为了强占一个文化 也并不是战胜一种思想 我们不是这个目的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完全是为他人一种服务 为他人一种付出 为他人是一种奉献 以这么一个发心和这么一个真实的情况下 每一个人应该要利用自己的势力 来传播正能量 世间人就叫做正能量 我们佛教徒叫菩提心 有时候我说的正能量是出力心 我今天就是讲菩提心 你们知道吗 那这意思是什么呢 你们可能觉得说 现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是个别法师和个别有思想 有智慧 有能力的人 其实也不是 现在我们整个市场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 每一个周围 你的朋友圈 你的口口圈 你的微博的粉饰也好 还有你的周围的这些相关的熟悉的人 有些是佛教徒 有些是非佛教徒 有些佛教徒累了 现在准备要退下来 这个时候给他应该打症 打技术症 打一些抗症的 一些心比较振奋的 让他要振作 让他要思维 我们有些思想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佛教的这些思想 我自己并不是想 非要好像弘扬佛法 没有这么想 但是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是 任何一个思想和任何一种财富 对众生真正是有利的话 我们很想把这个推荐给别人 就像我们现在的饮食很不安全 那这个是如果有些人发现一些很健康 很安全的饮食的话 可能不但是自己享用 有机会的是很想把这个分享给别人 那这样一来 我想我今天在这里提出的 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可以说是日性寓意 应该说是不断地在更换 不断地在有一些占性 可是我们佛教徒 大家都是已经保持在一种寂静的状态 我也承认我们佛教徒当中 有一部分是非常世修的 关注的 设计一切世间八法的 堪破红尘的 这么一部分有没有必要呢 就是有必要的 所有的人对所有的发现全部放下来 所有的事情呢 如果我们佛教徒没有距离的话呢 整个我们的这个思想的空间呢 全部被其他的思想 甚至一些乱七八糟的 很多的一些无聊的思想 已经占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自己是没有这个空间了 因此我们这么多人呢 应该大家有一种 积聚一种力量 积聚一种力量 我们不一定要非要 是哪一个上师的 哪一个他的思想要去弘扬 不一定 你觉得真正是 对众生有利的这些思想的话呢 我们每个人呢 要你所能及的 就是去自己 要从现在的人们的这种思想 和人们的这种行为呢 不断地在更换 包括我们使用的这些仪器呢 也不断地在换 你们看看 你们用的这个数据啊 二十年前基本上没有了 十年前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现在都也基本上换完了 包括我们的笔记本是电脑 但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上 通过网络 通过这种信号 而在生活 在操作 在在在这个云作的 这种人是有多少人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有些佛教徒呢 很简单的一种方法来 能帮助特别多的人啊 我是这样想的 我并不是说 啊我们这个弘扬呢 就是非要这个 我们佛教要霸占全世界啊 我们要控制如何如何 我没有这么想 对世界人们也好 所有的生命 只要是有利益的话呢 无论是佛教也好 非佛教也好 任何思想和任何东西呢 任何商品呢 都我们值得推荐 但是我个人而言是 我三十多年以来 这种自己的修行体会的话呢 的的确确 就是世界上的 所有的这些思想当中 无论是从科学的教度分析 还是从我们 英明和中观逻辑的 教度来分析的话呢 我觉得是 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思想 是太伟大了 说实在 你们有些佛教徒 不一定愿意听 不愿意听也没办法 我发自灵性的这种 这个语言就是这样的 因此你们呢 也值得去观察 值得去 为什么我们 有些人是 一直是想不通 一直是在怀疑当中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你自己的思想 诚爱呢 还是真的是 我们这个佛教的 极个别的一些佛教徒的行为呢 就是虽然染污了 我们的佛教的 纯洁的这种 这个面容啊 就是 是有一些沾染 但是呢 整体的这个佛教的体质也好 佛教的这种精神呢 如今也是在 整个全世界的思想领域当中 是它在善善发光 嗯 那么 我想第一次呢 就是跟大家说 这也是个机会 我们佛教徒 大家都要应该想 有这么多人的话呢 我们都有 以后应该是 跟得上时代 跟得上众生的分别念 跟得上我们的现在 每天更换的这个科学的仪器和 科学的技术和科学的试用方法 我们现在的整个人类的传着也好 包括一些建筑也好 整个环境的美化也好 都在变化 但我们佛教的内容不用改变 哪怕是将来的这个多少万年的话呢 我想是 佛陀所讲到的司法音的内容呢 不会改变的 我们修行佛法以后呢 对人性的这种受益呢 我想是不会有过期的时候了 这个绝对不会有的 不过呢 我们佛教徒呢 在有些情况下呢 应该是要头脑清晰 不要一直埋着头 一直增淀的是 除了连关于信诸和自己 开始就是做一点施修以外 什么都不管 身边发生的很多的机会呢 不去引用 其他的一些宗教啊 你们我这里不提名呢 其他的一些宗教的话呢 他们弘扬自己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我们佛教徒为什么不积极 我们佛教徒 磕磕声声说是以菩提心来饶于无量无便的众生 可是我们真的 在生变 就是有些众生 非常可怜 非常痛苦的话呢 我们有没有想办法去救他 每个人扪心自问 我们应该 说是释发菩提心 但是到底是 菩提心是在我们相续当中 剩了多少份 这一点也需要值得审查和反思 那么我今天本来想跟大家 因为明天就开始忏悔 关于在忏悔方面说一点 但应该有时间是吧 明天七点钟 你可以说 下面就讲吧 我们这个佛教徒怎么样 但总觉得很多佛教徒还没有思想同意起来 甚至我们有些佛教徒经常跟一些不善不思的人 然后有些搞神通 打瓜 算命 世间上很多的这种 当然我们佛教当中极少数的有这些 但是这些不是终点 用这些来应付别人 用这些来说明事情的话 恐怕是佛教的这种理念不一定会长久的 不需要这些 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非常崇高的教育 或者说它是至上无上的一种理念来去研究 修行的话 应该大家都有真实的利益 这是我提前稍微提一下而已 那么下面我今天终点要讲一下 因为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忏悔 忏悔的话 可能不管是我们学院常驻的人也好 你们网上的 还有我们在座的这些 这次开发会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看待 这么重要的事情来看待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来讲应该是有很多的罪业 我刚才也是发自内心的 反观自己的时候 觉得是每一年的开金刚萨埵法会 对自己来讲是非常的舍不得去 因为在这个时候跟这么多的僧众一起忏悔 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 就像我们的衣服 衣服穿着穿着 最后上面有很多勾染的时候 那一年当中吸一次的话 至少也是他还可以穿一年 如果你没有吸的话 一直一年没有吸 两年没有吸 三年没有吸的话 最后这个衣服都是可能穿不得了 就穿不得了 所以我们的相续也是 古人也经常这样讲 我们的物资是经常要打杀的 人的思想经常要胜插的 同样的道理 从初世间佛教的观点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说是 从身体上面讲可能杀到阴亡 然后从语言上面讲 恶语 离间语 气语 网语等等 我们也很多人 你自己可以想一想 你自己身体也是跟别人经常 有很多不如法的行为 而语言呢 甚至现在有一些 我们城市里面的人 经常说话都是你我之争 然后说网语 这些方面非常严重地说离间语 然后从内心当中的贪心和诚心 还有害心 还有邪见 这些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必要忏悔呢 非常有必要 华智仁波切的有些语言 在《千行百万路》当中也是引用过 说是心肠就是恶念 心肠恶念度的话 那么临时前无不现 意思就是说 我们心里面有特别可怕的一些恶念和罪业的话 你在临时之前一定会是它会出现的 我们有些人的行为非常不如法的非常不过分的这些的话 那你自己觉得可能别人不知道 谁都没有发现 但实际上上师本尊 智慧天尊 护法神都通过发言和天言完全了知的 所以我们自相许都应该说是不清净的 应该说是不清净的 一定要知道是需要一种忏悔 那这种忏悔每一个人来讲应该很重要的 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在显现上 他是如此的成就者很了不起的人 但是每次我们念金刚萨埵心咒的时候 法王如意宝也是提前完成的 我记得有一年 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念传承的仪柜 当年的话 我们学院大家一起真正的念了一遍 就是我们当时称他为是金刚萨埵一以大修 我们学院以前举办过这样的金刚萨埵一以大修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学院的人也不是很多的 但是呢大家都是一气的 就是很认真的这样修行过 因此呢我们这次是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大家一定要先要知道是自己应该从小的时候可能有杀身 尤其是我们这里很多人不学佛教的人呢 可能你以前在什么这个吃 我们不说其他的就是杀身方面也是 可能吃海虾啊就是吃什么鱼啊秦王啊 然后殿杀的啊 甚至你在当海提时代的时候呢 可能在路边的这些什么各种种类的 是造杀过无数字 那么每一个生命都是你用生命来偿还他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忏悔 万一就是今年死了 万一这个明年死了的话呢 那你带着这么多罪业就是死的话呢 你有往生的机会吗 没有的 往生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 在佛经当中就是有这个有知识的 也就是说造了无无间罪 半发罪 像诸如此类的非常严重的这些罪业者呢 都不能就是清净 不能就是直接往生的 当然我们通过忏悔呢 就是能不能这个清净呢 就是这是绝对是可以的 佛经当中也说了 罪业虽然没有就是他的功德 但是呢通过忏悔能清净他呢 这就是他的一个功德 这就是他的一个功德 因此像以前的历史上呢 比如说这个智曼王 他杀了就是999个人 然后为生冤枉的话呢 就是他造了这个无无间罪 还有我们白衣经当中的话呢 就是杀了特别多的人 最后通过忏悔呢 就是都得以清净啊 像龙摩菩萨在亲友书里面 也是就是举了很多的电信的例子啊 贪心非常严重的 诚心非常严重的 愚痴心非常严重的 这些人的话呢 都已通过忏悔 就是已经得以这个清净了 所以我特别想呢 我们这次这个法会呢 就是作为一个缘起 每一个这个修行人呢 先把自己的相续呢 应该得以清净 上师如意宝在以前那个 中原新知名店也说过 说是我们的这个心事呢 就相当于是一种明镜一样的 如果我们心事呢 就被罪业的这个钩染 张钩呢 已经染上的话呢 那么就是修行密法的 这个圣满次第和圆满次第的印象呢 绝对不会生起来的 那这样的话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死堆子里的摆布 来就是进行擦拭 然后呢 就是把它洗干净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呢 就是相当于是一面明镜一样的 但这个明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任务 啊 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的照相机啊 上面有很多的灰尘 你怎么样 啪啪啪啪按的话呢 结果掀出来的全是是默默糊糊糊的 就是就搞不出来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烦恼障 业障 稀气障 所知障 今天关顶的四关顶呢 也是对着不同的障碍 就是跟大家 也是一个细体的缘起 那么我们的相续真正就是有这么多的障碍 就是朗正气的话呢 那就是这些罪障呢 即生当中对你也有一定的障碍 来世的话呢 就是有一定的这种障碍 这样之后我们的解脱呢 就是不会有很大的这个希望 因此呢 这么多的僧众仪器呢 就是大家要发愿就是好好地这个忏悔啊 那忏悔呢 忏悔的这个方法呢 是按照这个金刚萨埗修法如意宝的仪器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具足四种对子力啊 如果具足四种对子力来 忏悔的话呢一定会是清净的 如果没有具足四种对子力呢 很难以得清净的 我想很多学会的人 修行人呢 四种对子力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在这里呢 也是可能为了有一些信赖的 和有一些初学者的话呢 也简单地讲一下啊 那么第一个对子力呢 就是说这个所以对子力 所以对子力呢 就是说我们要忏悔的时候 要么在这个金刚上师面前忏悔 要么在佛菩萨啊 比如说这个三十五佛的这个忏悔文当中 有三十五佛的佛像 还有我们自己心里呢观想 在你的前面呢 有十方三世祝福啊 就是也可以前面这样观想 按照前行百万炉里面呢 就是这样这个所以对子力呢 它有外对子力和内对子力 外对子力呢 那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诸佛菩萨啊 上师啊就这些 而内对子力呢 皈依发心 还有自己的心心和智慧等等 这个很重要的 因此我想我们自己举不举足啊 就大家一定要想的 你要来这里忏悔 光是说 那这样还是不信的 你这是一个口头上的 口头上的注意有没有功德呢 百分之百有很大的功德 但是你的心就是如果跟上的话呢 那这个功德是更大的啊 就你光是 就这样也也不一定是非常非常圆满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要 大家要记住 所以对子力啊 所以对子力呢 最好是要想啊 就是说依靠 也就是说你要想 我从无事以来 做造了这么多的罪 我是真是一个罪人 我真是一个坏人 我们自己都自己想啊 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产生烦恼 贪嗔痴 我们很喜欢就是可能跟别人吵架 跟别人就是各种这个争论啊 然后相续当中也恨不清净啊 该生的信心不升起来 不该生的邪见啊 就是傲慢啊 就是这些都是经常升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反观自己 我都有时候是自己做着自己的时候 真的想 哎呦我 虽然给很多人表面上是就讲 讲课啊 加持啊 实际上我这么坏的一个人呢 真是魔法事态 就是这是 我就是自欺欺人的这个 这个 就是我经常这样想啊 就是确实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呢 就是跟我这么差的人很少的 但是呢 我相信也可能有部分的人 应该讲 我们无始以来 就是贪嗔痴所所引发的 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罪业 这么多的 比如说我们罪业的话呢 像自信罪 事不三业也我们犯过的 然后佛制罪里面呢 别解脱戒啊 菩萨戒啊 明天戒啊 我们每天都是犯了这么多的 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些功德的话呢 就是微乎其微 就是很少很少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忏悔 这些诸无不三面前 一定要就是忏悔 这次只不过是 一个不幸当中的万幸 就是欲导佛法 不幸当中的万幸 我们有一个忏悔的机会 就像一个恶人的话呢 他马上要该盼行的时候呢 不用这个盼行 就是先呢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这些所犯的这个罪业呢 就是在别人面前就是 就发露这个 说一下 就他们就可以宽恕 就是那这么机会 这么好的机会的话呢 我们谁不愿意就是争取啊 应该可以争取的 应该可以争取的 因此第一个 所以对着力的话呢 大家要想到就是 我们明天就是观想的时候呢 最好是有这个佛堂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金刚萨埵的佛像啊 就这些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们在自己也是 带上那个前行的这个法本啊 前行前面 后面有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发像啊 就你如果能观想呢 就是不带法本也可以 如果实在不能观想的话呢 这个法本稍微大开一下 照片稍微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 蒙方仁波切在那个 什么 金刚萨埵的衣柜的后面啊 有一个孝子 就是你们应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没有 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 应该说一下 说是 蒙方仁波切说是 我们这个 听到金刚萨埵的佛号呢 就是 以前就是 对佛陀如来面前 没有诚实的话 一般人是听不到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 应该是非常有善根的 而且这个善根呢 不一般的 原来我们有一个人跟我说 啊 我们遇到了什么什么的 这个 贪嗔佛陶的话呢 我们的善根不是一般的咯 所以我们的善根不是一般的咯 善根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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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上面 下面稍微说一下 你看这里 这个功德还是非常大的 《吉米与叙》当中说是 三十祝福 本体聚得金刚萨埵六字咒业 何则二文赐祝业名 真名曾与总得佛尊前信使 你看这里已经讲了 我们光是 这个你们明天那个念仪轨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汉文看啊 这些不要这个轻视啊 你们吃一顿饭吃不到也无所谓的 就是 我的今天中午吃一碗蒜奶粉就过了 就很好的 没啥 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关键的这个修行呢 你们不能放弃不然的话 放弃就完了 看金刚萨埵 那这里就是你看第一个 以前这个听过 也就是说我们听了 这个三十祝福的金刚萨埵六字咒业 欧巴斯萨埵佛 或者是金刚萨埵 任何一个人如果听了他的名号的话呢 那么证明这个人是在 曾经就是很多佛面前呢 诚实过 你们有些人觉得 我从来是不是没有见过佛 其实我们以前是见过佛的 就是那个时候是自己是一个虫吗 还是是一个什么 其他的众生不知道 反正你们都是亲自见过佛陀的 就是这是佛陀设计的 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的 你们不要以后就不承认了 将来必定生于金刚萨埵的佛刹 这是我是身心不悦的 不知道你们可能以前 当过做牛做马的人邪见很重的 你们也许不相信 不相信也无所谓 没办法的 佛陀来了也可能你们不相信 蒙诸佛加持 你看我们念金刚萨埵的人 十方诸佛菩萨都是加持 对这个咒语就非常有信心的 与大乘获得定解 居住神通 拥有圣观智慧 那么对大乘法门一定会是获得了定解 有些人没有这个定解 我们为什么现在见解那么差 一会儿就变了 一会儿就不能退世了 还有我们出世间的很多的 包括一些神通也好 神观也好 机制也好 这些功德的话 念金刚萨埵 很多人说我现在修行不能增上 这就是我们业力很深重 如果你业力稍微清净的话 的的确确就是每年都是很好的去 把金刚萨埵好好地修行的话 那就很多修行就自然而然增上 我们自相续当中 法王如意宝讲的一样 被已经业力已经智症的话 什么印象都是显不出来 修行也修不起来 世间的事业也是做不下去 很多违缘也是重重的 你看还有在这里怎么讲的 就是彼等成为佛子 如果念诵十万遍金刚萨埵 星座的话 破根本试验也是清净的 那么法王如意宝说是 以前念十万破根本试验清净的话 那么现在是魔法时代 就是要证四倍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念四十万遍的话 法王仪轨的后面也讲了 根本试验也是得以清净的 还有他这里讲了 就是我们这个金刚萨埵呢 实际上是神乐金刚啊 西金刚啊 密集金刚啊 还有这个十能金刚 黑日嘎 突破金刚 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密宗的这些修法吧 那这些修法的话呢 其实是 你不管是 比如说我们念 这个四十万遍金刚萨埵星座的话 实际上你如果能 能观想就是这个金刚萨埵跟突破 金刚诀就是一位一体 文殊菩萨一位一体 释迦牟尼佛一位一体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念了释迦牟尼佛的心诸 这个四十万遍 观音心诸四十万遍 那么十能金刚的咒语四十万遍 都是一样的这个功德就是会获得的 因此诸佛的这种本体呢 也是依靠这些咒语而得到的 诸如此类的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叙述 就是总而言之刚才我讲了 所以对这里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这次呢 真的是很多人 我也觉得是你们城市里面的人 就是业力比较重 尤其是杀生啊 这个杀到阴亡所亡于 还有这个心里面就是 无始以来都是对这个没有一个证件啊 然后这方面的这个业力比较重 这次呢 好好的这个大家都要值得忏悔 就是谁都要这个忏悔 就是这个金刚萨埵 所以说心中四十万遍就是不算什么就是多了 就是有些人都说 啊 四十万遍啊 天啊 哦呦 四十万遍可不可以念呢 你可不可以给我开许 十万遍给我套价还价 我也不是什么那个 这个金刚萨埵的卖主 其实不多啊 我们的业力比较的话呢 就是金刚萨埵心中四十万遍不多 只是我讲的第一个是数以对治力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叫做什么叫 严患对治力是吧 严理性的因就是过患的患 就是严患对治力 那么什么是严患对治力呢 实际上严患对治力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罪业呢 就是自己要认识罪业了 就是我以前做的错了 就像一个人他犯了错误之后呢 他知道自己是已经错了 这个就是叫做严患对治力 那么我们在座的人 我相信就是很多人会知道 原来是没有学佛 不知道因果去世 因为当时呢 就是有些人因为年轻的原因呢 就是造了很多的业 有些人呢因为烦恼就是非常严重啊 这样的原因就是造了很多业 有些人呢因为无止 因为不懂就是而造了 有些人呢因为放异 就是自己也好像很方当的 就是自私的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呢我们以前就是有 各种各样的原因 反而中而言之呢造了这个身体 欲言 还有呢依靠各种不同的对劲 依靠不同的一些这个方法来 就是造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业 那么现在呢自己才发现 哦就是原来我地的确确 造了就是那么多的这个罪业啊 像这些罪业的话自己特别特别的后悔 就像一个人呢他喝了这个毒药啊 然后喝了毒药以后的话 过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后悔啊 我现在不应该喝这个毒药 但是我现在也没办法 一定会是这个会痛的 一定会是成熟的 就他特别恐惧特别害怕 就是那我们就是相续当中 要参生这样的话 这叫做是这个延缓对峙力啊 延缓对峙力的色呢 我们一定要想到啊 这是我像大多数人应该是唯有的 这次我们来的有些居士的话 我也接触了一些人啊 他们都觉得哎哟这个 以前造的业太多了 就是现在学佛以后呢 才基本上是明白的 那今生当中有一个机会 这个忏悔的话 这是特别好的 所有的法门当中 我最喜欢金刚刹土法门 就是有些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也是是这样的 就是认识我们的这个罪业啊 认识我们的这个罪业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实际上是返回对峙力 意思就是说 以前就是做错了 现在开始反复了 就是我们改错 这个以后决心不要再去造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以前虽然是因为写之事啊 因为自己的这个无知啊 无能啊 以各种原因呢 就是造了这些罪业 那那从今天开始的话呢 我尽量的 比如说我以前呢 就是特别爱杀生 那我从今天开始的话呢 我尽量的故意不杀生 就是以前呢 我就到到到饭店里面去 就是特意去点杀 我吃这个鱼 吃哪个新瓦 我吃这个兔子 吃哪个小狗 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特别可怕的 就是有些人的话呢 有些人看到动物的时候呢 刚开始说这是很可爱的 然后摸着摸着呢 就是想 哦 这个是有肉的 就是这肯定很好吃 就是然后贪心就出来了 好可怕啊 刚开始说是很可爱的 你真的可爱的话呢 那就你不应该就是想吃它 但是好可爱哦好可爱 一边摸着它 一边呢就是开始吞口水 就是哦 很想吃很想吃 那我们跟魔王没有什么差别 魔王也没有那么直接啊 就是魔王它也是有种很间接的方法来就是害众生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啊 我们的这个各种原因吧 就是我们很多人包括这个杀生 就是我们简单单单的一个杀生的话呢 每一个人你们自己看看 从从小到现在你杀过神没有 而且杀生的话呢 我们的生命是如实的可贵 别的任何众生的生命也是如实的 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这些罪业不造的话呢 有一定的困难吧 我昨天有一个老相就是在跟我面前说 我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罪业都我不会造的 我像这个人太可怕了 就是太大了 就就这个是谁也就像阿底下尊者的话 他都是入迷城以后有很多犯罪的现象 但是看起来这个可能不会受啊 我说你所有的罪业都不会 对对对我自己有信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造任何罪业 但这个我们肯定做不到的 就是我们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对电信的 就只要把自己 以前就是在某些上面呢 就是特别可怕 比如说你以前呢 特别爱偷盗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次偷盗说的时候呢 希望你们贵重物品还是要自己捡起来 我们佛教徒里面不会有的 但是在每次开发会的时候也好 包括印度金刚座也好 各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非佛教徒 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 就是任何地方都是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教徒呢 就是肯定想 我以前是个坏人 我经常偷东西啊 就这样那样的 那现在呢就是我学了佛以后 我至少也是 我这个念金刚萨多忏悔以后呢 我这些行为呢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至少也是 你参加这个发会 念这个咒语呢 我想比较滇性的 你以前的一些坏的毛病和袭击呢 至少也是盖一两个 这也是有一个进步 否则你念念念念念 就是一点行为都没有盖的话呢 这不具足第三个对峙力啊 就是第三个对峙力 因此呢我们就是讲第三个对峙力呢 就是叫反悔对峙力啊 就是反悔对峙力 那么第四个对峙力呢 就是叫先行对峙力 先行对峙力呢 从光义上讲呢 凡是修行善法呢 都是先行对峙力啊 就我们这个发菩提心也好 修金刚萨多这个也好 念这个普贤心愿品也好 诸我魔作诸我魔作诸善奉行呢 所有的都可以叫这个先行对峙力 但在我们的很多上师的窍诀当中呢 叫这个什么是先行对峙力呢 主要是通过金刚萨多 我们刚才这个所以对峙力的时候也讲了 这次是一定要向金刚萨多来这个忏悔 为什么金刚萨多来忏悔呢 因为金刚萨多在云地的时候呢 他发过愿 他说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呢 念我的名号也好 念我的注意的人呢 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呢 就是都得以这个清净 如果不能得以清净的话呢 我宁可不成佛 就是他发过这个愿 那后来呢 不单是他成佛了 而且他的这个插度呢都已经现前了 所以说呢 我们门方仁波切为主的这些高僧大德 用金刚语来再三的说明的话呢 我们今生当中遇到金刚萨多的这种法门 是非常非常的殊胜了 因此大家用这个金刚萨多啊 就你们如果特别详细的不会观的话 看一个照片呢 然后有时候呢 就是像啊 就是金刚萨多呢 在我的头顶上 然后就是他的身体降下干露 我自己无始以来的所造的罪业呢 都得以清净 有时候呢你要观想 就是自己的身体呢 就是变成金刚萨多 当然这个是不同的仪轨当中有不同的 按照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这个 这个如意宝的这个修法呢 都是一个单身的修法 就是这样也可以 或者说是门方仁波切的这个呢 你在这个自己的前面呢 就是观想这个金刚萨多夫妇夫母双云 然后在他面前就是进行忏悔 不管是怎么样呢 你要懂得这个金刚萨多佛佛呢 其实是忏悔众生的罪业 是最殊胜的一个佛陀 最殊胜的一个佛陀 因此我们念佛号也好 念主义也好 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呢 这次依靠这么多的教证 和依靠这么多的这些前辈大德们的教言 其实金刚萨多的比如说 他的灌顶仪轨和他的佛藏法 像米朗派的佛藏法当中也非常多的 然后还有日称佛藏大师 就是尼玛直巴 他的佛藏品里面也有金刚萨多的仪轨和修法 他的佛藏品等中都有 因此我们暂时这些广得一归不错 法王如意宝 以前在青海有一个湖里面亲自去的福藏 而且这个福藏对梁化成大师的后继文当中说 这个福藏法对汉地的众生更有殊胜的因缘 那个时候应该九四年很早以前的 那个时候在汉地基本上是青刚萨埵法会 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了知的 但确实我们昨天有些法师也讲了 法王如意宝的无碍的智慧现在已经现前了 但是法王也说 金刚萨埵法会 因为莲斯特殊的手机交给你们金刚相莫主 法王如意宝前面也是这样说过的 现在看来包括我们这次的法会 大家有这么多的吸引 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说 但是你们自己路上这么困苦 大家都一直吃方便面来到这里 这也是莲斯的吸引力 很多人 刚才开法会的时候看到两个人吃方便面 昨天晚上我又看到两个人吃方便面 然后我后面偷听他们两人在说话 然后他们说很好吃哦 这是两个女总啊 我发现了以后他们让我吃 我说我不吃了 今天我看到两个男总也是在外面 他们说这个很好吃 其实方便面是不管在城市里面也好吃 在这里也只不过你们饿了 饿了以后觉得好吃 所以这也是莲斯特殊大师的手机 你们有一种加持的吸引力 不得不开不得不吃方便面 即使方便面它也是有它的加持力 它也有它的吸引力 那这也是我想确实是末法时代大家需要忏悔 忏悔完了以后我们都有一种一种能力 就像一个特别脏的孩子 他刚刚发现的时候 原来我看过一个很早很早一家 当时有一个叫空翻身的 然后他就在拉萨内一带找到一个孩子 最后在喷里面吸吸吸 那吸完了以后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孩子了 我们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我们发现的时候 你的身语意都是非常非常脏 但是金刚萨多的母语当中 好好的吸 过一段时间的话 自己的智慧也呈现 大悲心也呈现 自己的修行也会完成 同时我们自己有内心的这种力量 内心有悲心 内心有智慧 内心有信心的时候 那一定会是他会发光的 他对诸位的很多的 邪者邪见的人和可怜的这些众生 慢慢慢慢慢慢会让他们归入正道 所以我们想 这些佛法应该有一个殊胜的缘起 大家应该利用这样的殊胜的缘起和殊胜的机会 很认真的真诚地去对待 大家都不要认为这是一般的一个活动一样的 你想参加就参加 念完就可以 不念完也无所谓 不要这样的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选择的时候 也是在人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来做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会做事情 至少也是自己整天白天的事 就休息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做这些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都是 的确是现在众生是 精神也好 来世也好 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也最近 虽然人比较多 有点累 但是从有时候看到的 还是这么多人学习佛法 有个忏悔的机会 哪怕是没有念四十万遍 哪怕念十万遍的话 也很不错的 有些领导和有些人说 我现在不方便 不念可不可以 或者是念十万遍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你悄悄地念 没事 这是一种方便方法 因此我今天就不多说了 基本上说了这么多吧 希望这次金刚萨埵法会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应该很重要的 以后希望每年都是 自己来不来都是不重要 主要自己好好地忏悔 同时我们这次学会当中的有个别人 参加学院去发会的时候 可能比较累一点 每天都是开发会 但是我们晚上也有明后天还有一些交流会 希望你们也是应该 我们也考虑到你们可能身体不适宜 气候不适宜等等各方面 但是你们来一次也是很不容易 我们在这里也各方面的一些想法 将来大家都应该很真诚地想对众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希望你们也是在几天当中 虽然可能比较累 白天那么紧张地从早到晚念诵 晚上有时候也要开一到两个小时 但我们尽量地有些交流会时间缩短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是很认真的对待 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弘法利生 每个人来讲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因此为了弘法利生 不管是在哪里死了也是没有任何的后悔心 因此大家也有着一种勇气 有着一种勇敢的话 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在这些方面希望大家应该关心一下 就是今天呢我就讲到这么多 就接下来呢我们念那个 其他没有吧 有没有吧 通知一个事情 请待会儿在这个管家和弘法部法师们 还有拉荣之友的这些佛友们的引导下 到上师法座面前 在念普香行愿品的同时到前面来领受加持 昨天已经加持过的男众居士 请今天不要再上来 昨天如果有女居士没有加持过的 可以今天等男居士加持过之后呢 可以接着后面排队上来加持 请大家保持肃静 请大家保持肃静 在这里播送一个通知 关于男女众居士参加法会的地点安排 请大家保持肃静 女众居士在各自的这个住宿的小金堂和大金堂三楼参加法会 如果还有坐不下的女居士可以到甘多拉金堂一楼西边的这个区域参加法会 我再播送一遍 就是女众居士在各自住宿的这个小金堂和这个大金堂的三楼参加法会 如果坐不下可以 女居士可以到这个甘多拉金堂这个参这个一楼一楼参加这个法会 男众居士可以到甘多拉金堂的一楼东边的区域和二楼三楼都可以参加法会 男众居士可以到甘多拉金堂的一二三楼参加法会 男这个还有从外面就是到佛居院来参加法会的师傅们和男众常住的这些师傅们可以到二楼三楼参加法会 届时会有男众管家在现场引导和维持持续 谢谢 这样啊 大家坐下来好吧 没事 我也要晚上睡觉 你们也要晚上睡觉 不要那么着急 对吧 我知道你们心情就是快一点完了的话 快一点可以睡觉 不要太自私 我们佛教徒应该有利他心 这样的 等一会儿也是排一个队 就不要排两个队就可以 到时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和相关的法师们 大家像昨天晚上一样准备 其他人呢 今晚上也是我们很好的去会相 包括我们网上的道友们啊 今天就是网上的道友也特别多 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念诵这个普贤心愿品 我是这样想的 你们稍微等一下 我也需要念一个普贤心愿品 所以我今天普贤心愿品没有念完之前不接待 凡是明天天亮之前结束就可以 就是明天六点钟之前结束 然后先念普贤心愿品 大家就寄下来 然后再开始接待 包括我们网上的人呢 今天一定要能念完一遍这个普贤心愿品 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三根集聚在一起的话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